咱们今天一块来这个永和会酒店 炫一下这个江浙菜 Let's go Let's go 就这家永和会酒店 那虽然是个酒店 但里边菜非常不错 咱们去尝一下吧 永和会啊 这里边环境看着还不错 这还有活鱼 你看这还有这个珍宝蟹 娃娃鱼 还有这个甲鱼 鱼皮虾啊 这海鲜还挺多的 臭鲑鱼啊 你看这真不错 这个菜都是没有菜单 直接在这点 这边菜都是在墙上的 直接点 这边菜都看着还都挺精致的 最机双拼啊 可以帮我们开销啊 这个鸡是一个凉菜啊 然后配着这个酸萝卜 先吃一下这个酸萝卜啊 哎呀 这酸萝卜有点酸啊 贵州它萝卜都有折耳锅的味道啊 来这个是那个凉菜的一个 白斩鸡 白斩鸡吧 口水鸡还是白斩鸡 最鸡是吧 对 香 哇这个鸡还不错 凉菜 挺香的 哇 这个鸡还不错 这羊排看着真是滋滋冒油啊 算这菜里边口味比较重的 滋滋冒油的羊排啊 开旋 正儿八经的这个西北风味啊 这个这羊排真香 滋滋冒油 鸞子看着也非常不错啊 朋友们炫这个鸞子啊 这个鸞子是有点肥有点大啊 姜葱炒 哇 还是这个葱炒的非常香啊 而且非常干净啊 里边吃不到沙子的太香了 太赞了 葱香鲁鱼啊 这个鱼也非常不错 朋友们炫一下这个鲁鱼啊 哇 刚出锅的非常鲜啊 蘸一下这个下面这个酱油 嗯 太香了 再把这个羊排刚才吃一下 带皮儿的羊排啊 哇 滋滋冒油 这个皮儿吃的焦焦的 朋友们 现在在贵州这边经常天天吃辣的 然后突然换碗口味也非常不错啊 干锅花菜啊 炫这个干锅花菜啊 他家这个干锅花菜肉还比较多啊 平时你吃干锅花菜那个肉都在下面 只有两片 他家这个肉直接在 上面就挺多的 大家我这里去市场买 哇 这应该是五花肉 滋滋冒油 挺下饭的 比较咸 安顺小皮蛋啊 安顺小皮蛋啊 这个晶莹剔透 还非常爽口啊 鲜椒脆植啊 这个看着非常不错啊 这个花椒 鲜椒牛舌啊 我先吃了这个小皮蛋吧 那广州这不吃辣 哇 这个是真提味儿 鲜椒小炒肉啊 下饭神器 这个西湖牛肉鸡 有点像胡辣汤啊 鲜椒辣椒炒肉啊 那个蟹最贵的烧烤菜 哇 这个是偏北方一点的菜 两个又没干的 OK朋友们 最近在贵州这边 经常吃这个辣辣的菜 今天尝试了一下这个 姜浙菜 非常不错啊 但是后面几个菜也比较有辣椒 还是有带一点当地特色的 OK朋友们 大家看得很开心 下期见